小红梅主唱陶乐斯1月15日与伦敦促使留下无数经典作品的她 被曝原本计划要录制新版的《Zombie》如今也无缘 她的音乐制作人也透露 在陶乐斯过时之前还收到对方的语音讯息 内容是很喜欢新版的歌曲 很期待可以在录音室录制的时刻 警方目前称此音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排除她杀嫌疑 并交由艳势官来判断此音 非凡娱乐 整理八道 优客娱乐 整理八道 土豆娱乐 别太难过 整理八道